玩的 日日靚 出了日日靚 先走 日日靚 隔晚6倍 日日靚 上次第5 前次第9 何宅瑤 三档 這次馬跑過7次 有0.28 上名0.14 取勝 即是跑7次贏1次 1個第3 1個第4 4個落地 5號 日日靚 上次第17倍跑第5 田泰安跑 現在轉了何宅瑤 跑到單位數字 1號仔奮鬥重心 連續四次跑十多名 無險東 跑過兩次 未能上名 太后 太后 雖然奮鬥重心 落一班來跑 但他跑兩次 兩次 都未能上名 隔晚35倍 很厚 連續很多次都很厚 我的 program 射不到這些馬 2號仔 很有無敵 就是田泰安跑 連續跑兩次 近距都相當厚 14和9 我跑過8次 確實是贏過 0.25取勝0.375 上名 8次贏過兩次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2號仔 2號仔 隔晚15倍 冷冷的 但是贏過 3號仔 快利堡 上次第九 前次第六 馬雅 跑過30次 快利堡 本路程 0.367 上名 跟好有無敵 一樣的 但是取勝率低於好有無敵 0.1 跑過30次 都定型了 本路程是 他 上名的路程 4號旅遊達人 8倍 這隻馬 上次50多倍 8倍 這隻馬好像 周俊樂那隻2號仔 上次好冷 這次好熱 周俊樂跑第四 這隻4號仔 旅遊達人 由梁家俊 移蕩 這隻馬 跑四次 最厲害 第四 是未上過 未有過 為止派賽 這隻4號仔 這隻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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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 奧隆區 我中過他一次 今年 在陣上之前都見過 這隻 好 今年表現得很好 這隻馬 奧隆區 上次第1 前次第2 再次第1 再次第3 連續四次 都有位置派賽 這隻馬 跑過3次 0.33 上名 0.33 取勝 跑3次 這路程 贏過1次 這隻馬 隔晚大葉門 6號仔 第一場 隔晚大葉門 就輸了 莫雷拉 又輸了 7號仔 行運用區 行運用區 跑一次 就未能上名 上次跑第7 行運用區 上次第7 前次第7 希威森 原班人馬 再來 蘇保羅馬房 我未準備好呢 隔晚21 行運用區 上次第76 在8號仔 標形奧漢 巴道 跑過2次 這路程 最厲害 第4 標形奧漢 上次第11 前次第4 前次第11 前次第4 一次近一次遠 一次近一次遠 這次 如果摊路是正確的 應該這次近 8號仔 但是他跑兩次 本路程 就是未上過名的 標形奧漢 可能不是他的專場 9號仔 超厲害 賀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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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跑一隻 跑一隻 什麼 什麼 浮容莊 跑得不錯 9號仔 超厲害 賀明年 這隻馬 最厲害 超厲害 超厲害 跑過5次 有0.6的上名 但是還未上過 上名率就不錯 在這裏來說 上次第3 前次第5 幾好 上次近 10號 就是奇妙飛揚 莫丹尼 初跑菊草 奇妙飛揚 連續3次都跑10名以外 好像遠了一點 遠了一點 初跑菊草 在這裏來說 這隻華麗全城 幾好近跡 10號仔 10號仔 10號仔近跡普通 入於是相當差的 11號仔 華麗全城 上次第3次第4 跑過一次 就入了第三名 所以嚴格改上來 他從未落第 跑一次 一次就有圍字 敗彩 上次就跑第3 17倍 隔晚 現在變了... 不知道 一間看看 這馬是... 近跡幾好 華麗全城 11 12號仔 金剛複星 上次跑第2 前次跑第6 即是有進步的跡象 但是本路程 跑過9次 只是一次入Kill 即是0.11 入Kill 上次是田泰安 跑12 上次班德里 跑第2 叫做陽明冠雀 在莫來拉跨下影都沒有 真的... 那就看完了 這場就只有4隻馬 贏過的第2場 6號 勝出率最高 6號仔 奧龍區 6253 4隻馬 招牌 上名率 是... 11 9236 11號 華麗全城 比較好 但他跑一次 9號仔 跑5次 有3次 上位置 這隻馬幾好 是賀明年 超帥 近緒好 就是6號 11號 12號 611 12 9 我選... 6號12號 我選... 奧龍區拖 這個... 金剛福星 金剛福星 上次跑第2 田泰安 跑第2 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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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力點 我選... 6號12號 那我們選馬了 我選日日靚 5號 5號... 那我要6號 5號... 5號... 6號... 主持人要4,5,6,8 有6啦 5號... 每日靚都挺好 何宅堯 上次田泰安跑第5 十幾倍 現在給了何宅堯 跑就... 單位數字 當它有動態啦 是不是真的 當它... 每日靚 就0.28上名 我拿6膽 5號... 5號... 3... 4... 5... 8... 9號... 12號... 我選了馬來拉 6號... 12號... 但是... 12號... 確實是上次跑第2 上次12倍跑第2 那... 今次現在有5倍 馬來拉也有5倍 我覺得不錯 Janny就有8號... 6號... 11...12 有12啊... 有標形奧漢巴道 標形奧漢巴道 標形奧漢呢 就上次11前次4 那... 如果近跡來說 有... 最近那兩次呢 如果有... 起碼一次是第4話 更好呢 它的... 取勝率是比其他... 低名次一點的 就是較高的 就是... 那些... Vina呢... Vina呢... 大部分呢... 大部分呢... 超過50... 60% 是... 近跡來說 兩次之中 有一次是... 起碼第4 起碼第4 當然可以... 可以第三 可以第二 上一仗的赤马洪峰就上仗第四 赤马洪峰一个第十一个第四 就赢了 赢了赢了 这马也是很短刃的 也是很短的 赤马洪峰也比较少 赤马洪峰次到五班 红格是鹣龙区 十号划温急 十号叫奇妙飞羊 奇妙飞羊连续3次打10名以外 我不知道為什麼下飛 4號也有些飛 但4號上次第7,前次第11 再前次第10 馬跑了4次,所以我選不到 6號為何熱呢? 最近連續4次都有位置收 其中有2個勝出 陸情賽職來講,勝出的很有無敵 2號仔 有奧隆區 6號 有這個... 沒有了 陸情賽職 厲害 就是陸情賽職中有3個位置 所以現在有些飛 賀銘連今晚又跑得不錯 第一場的富翁章也跑得不錯 10號仔有啡燈 我不跟風的 是厲害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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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馬不準備 2場在前 5番1650 第2是6 好 一起步的時候 標形奧漢 Ii 慢了些 前面快的馬 看到中間位置 粉紅眼就奇妙飛揚 在外面是幸運湧區 裡面第三位 黃心就是旅遊達人 內蘭第四是快利堡 第五位慢慢壓進去 都要三打 橙衣黑帽 澳龍區 中間日日靚 內蘭位置還有奮鬥重心 後面那幾匹馬 又厲害 很有無敵 大約在尾四 外面藍眼罩粉紅衣 暫時電後三匹馬 標形奧漢 金剛複星 暫時是華麗傳承 接近對面直路頭 前面帶頭的馬 是那隻奇妙飛揚 拋離後面新位 有三個 第二位的馬 外面位置是幸運湧區 裡面是快利堡 再落後兩個馬位 先看到第四位 外面橙色眼袖是旅遊達人 外面第五奮鬥重心 拖散馬群 看到這隻奧龍區 大約跟著第六位 橙色黑帽 再內蘭位置第七 外面日日靚 後面四隻 標形奧漢 好有無敵 金剛複星 黃帽 在尾二包了最後的馬 是那隻華麗傳承 轉彎的時候 前面是奇妙飛揚 佔先 後面的馬有幸運湧區 鬥著第三 灰馬有快利堡 外面來了 看到黃衣 旅遊達人 外面橙色 奧龍區 偷裡面的馬 還有奮鬥重心 今天標形奧漢的馬 大約當 金剛複星 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奧龍區 先從中間出來 又是那些馬 追他 外面位置 厲害 外面天天漂亮 大約當還有金剛複星 最後一百米 奧龍區 依然是沾線一的新位 打搭贏 跑第二名 厲害 金剛複星 第四名 我是6號12號 12號追不到Q 這次也不錯 上次有1.多倍 這次有3倍吧 6 再贏 3.8倍 多好 上次有1.8倍 6 92 9號厲害 也不錯 賀明年今晚連續兩次入位置 好厲害 6 9 12 不錯 10號仔 啡格 叫做奇妙飛羊 都跑了1200米 好像有聲有色 但是都不夠 這隻馬也不錯 如果是這樣說 連續五次有位置收 其中3個Win 好厲害 這次有奧龍區 今年什麼 藤龍區 奧龍區 都很好表現 今年 那些龍區 都很好表現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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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仔啡格 叫做奇妙飛羊 很有前速 很有前速 很積極 這個叫做 莫丹尼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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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跑1400米 或者OK 回去沙田 或者 不知道 這隻 挺有前速 奇妙飛羊 帶頭 裏面 兩隻 走 走 走 領 走 走 走 這隻 是 1200-1300 明顯減弱了 7號仔 幸運勇區 快利堡第三 潘頓已經在外擋 這隻衝上來 有點耐閃 橫越了這隻灰馬 贏了 莫黎拉這隻馬在後面 如果是沿途進取的話 會中了 6號12號 只有位置 $56 買12號位置就好了 6號也有$38 不錯